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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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手是她的职业 狗公是她的身份 所以美丽姐又怎会自己出售 当然是叫狗公去做 不然怎样是女神啊大哥 那这就是制话 很奇怪的 在政治联盟里面他们做的事 我完全看不到政治 老实说 杀猪盘这些事发生在身边朋友身上 除非他没当过无量是朋友 金家仁啊 不关事他出来讲啊 是不是啊 他为了网友啦 邵文俊有没有听过邵智峰之前说的事 他说他做的事都是为公义的 先说明天先 你听我说 听我说金家仁就不论是这么伟大的 金家仁现在所有人都在遥传中 金家仁是收了无量的钱 所以做无量的打手 这个人是一定有问题的 金家仁老实说 重点就是邵智峰一开波在鹿湖精舍里面很大声 不想政府的十亿基金就被人挪用 他做的事是为了全香港 为公义的 不用来 多大呆啊 哇 听到无管冻了 听到无管冻了 是啊 无管冻了 好了 身边的朋友有事的时候 不出声就好像阿聂上身了 阿聂最聪明了 我最聪明了 错了 他是我最聪明了 但是有什么公众事件啊 我看不到 我听不到 你不要跟我说 不要跟我说 我什么都看不到 不关我事 现在那帮正义联盟 和以前李思燕 陈正森的正义联盟一能一样 阿聂做戏都是这样的 他和周星驰做的戏都是这样的 你可以找回阿聂以前的图 你找回阿聂以前和杜汶泽在电台上抹了战 那些在2019年的时候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关我仁仁仁仁仁仁仁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是啦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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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帅子 暴力 完 那你现在就是邵智锋就阿聂上身了 这么大的受害者 16万 杀猪盘 大哥 无量被杀猪 无量是只猪 这么大的联盟都没了解 潘文进 你知不知道邵智锋有情绪病 不是啊 他不是明星来的吗 他不是明星 他是经理人 他是不是武器开 武器拍丝 手上全力 他是武艺人 他是武艺人 帮他赚钱 以前他有两个的 一个是杨斯敏 一个是龙小菌 是虾头啦 是啦 虾头 其實我告诉你 他梅了很多年了 就走了去 泰国就中大麻 我去说 就承认了 承认了啊 哎呀 刚刚呢 帮个邵智锋一收都不能听 刚刚呢 台湾有个香港人 他是香港身份证的 党人KOL 在台湾卖这个大麻烟蛋 我不知道大麻糖还是大麻蛋 好了 判监四年 四年半 台湾一坐 上诉都不得值 坐啊要 过百万流量 那个订阅是过百万的网红来的 你要记住啊 你在泰国中大麻 你是香港人 请问你卖给谁呢 我卖给 卖给泰国人 一定行 一定行 但是 你又不高啦 但是我只是说一句啦 你要记住就是 香港和台湾都很多人吃大麻 喂 会不会是卖给演艺界啊 因为有很多演艺界的朋友都试过 我不要说啦 不要说那些什么 拍过那些年那些 又在北京吸毒 那些 我又不要说啦 什么黄娱乐那些 那两个人 不是啊 有个大鼻子呢 有个大鼻子的儿子啊 小时候很喜欢拍功夫片的儿子就是了 哦 陈广新的儿子嘛 哈哈哈哈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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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那陈广新的愿望是成为一只龙的嘛 是吧 是 是 那你 那你老实说 这些人经常说 现在源头减费的嘛 是呀 是呀 那你吃大麻的 要有源头供应才行的 那我就自己猜猜啦 在外国仲 正常来说市场当然是卖回香港,台湾或大陆 你没理由在泰国中卖回泰国,你不出口,你怎么赚到钱 那是你猜测而已,是我们猜测 不关我事,我先暂乱过病,不关我事,真的不关我事 肯定是你们的问题,现在立刻割席 你听着很重要,因为泰国之前我发例 就说任何人都可以拿着大麻到处吃的 但是这样之后泰国满街都是迷惘人的 开始现在政府就说不行了,要管制大麻 一年后就只能够去大概七八个月左右 只能医药用途,就不可以不断任吸了 那就是说,他这种生意如果做回泰国本地 那那个利润就会越来越低了,甚至会禁锁的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说我猜测,或者我捉他都可以 没钱赚的,你就要找另外一些收入了,很正常的 那你要开网台的话,你就一定要流量了 那我就不想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金家仁这些 用正义的人次找不到吃啊? 你明不明白啊? 所以金家仁他就要收了南神坚的钱来帮他做说话 还去打手咯,你明不明白啊? 那你怎样说呢?如果用回这个逻辑呢? 那邵始锋作为别人的枪手呢? 那可能都是收了陈金仪或者用嘟嘟教主的钱啊 那以上是你猜测,这个是你猜测 我可不可以找司徒文俊呢? 我是潘家仁嘛,潘文俊你又不用说话 我代你说,你给钱我可以了? 你给钱我,你帮我说 我给你三万元,你帮我说 真的好啊 为什么要代你说啊?为什么要代人说啊? 我给三万人给肖若元帮我说啊 可以吗?可以 太低了,说太少了 你当我黑衣吗?就是啊 现在那个世代就是这样的了 你是不是当肖三是无量黑衣啊? 那就是了,那你现在就是说 你自己说了,整个频道 最忍有流量的就只有两个话题 帮陈金仪洗白,吊构潘着洪和金家仁 是啊,没错 整个频道只有这两个话题有人听的 今天最新的那条片是怎么样的啊? 除了帮陈金仪洗白呢,还找了梁耀忠出来 哇,哎呀 阿伯浩,政界这方面你懂啊 梁耀忠他是什么人? 街工啊,街工的成员来的啊 他是不是正义啊? 正义啊? 所以他比说不上啦 我觉得做政治这个河全部都是仆街 他最仆街是什么呢? 那些人被人抓了的时候 竟然呢,就是建制派和民主派 黑白两道呢,都帮这条梁耀忠求情 就是吃两边的 那好了,这条人呢,在政界那里呢 那个名字都臭了 是啊 那现在呢,邀请了他,邀请了他呢 邀请了他呢,就不知道怎么说 那些土地问题 喂,好嘞好笑的 喂,现在究竟你这个台上干什么呢? 其实不如改名啦 邀请了他,邀请了他呢 邀请了他呢,就不知道怎么说那些土地问题 喂,好嘞好笑的 喂,现在究竟你这个台上干什么呢? 我想说呢,他的台呢 不如叫迷幻电台吧,那么迷幻呢? 我以前提议我这样做的 我说不如这样吧,你不要靠向西瓜 靠哪一边都是,就是说不论痛的嘛 可以这样做的,我说邀请了 就是你讲一些情感的东西 讲一些精神病的东西 他患过这个,真的,我很认真的 他患过那些情绪病的嘛 我也认识很多精神病的,因为我的小蓝探人的 喂,老实说,你讲这些呢 情绪问题打给他呢?有感觉的 那条片七八点 等着,可能叫一些女孩子打电话 跟他说,有什么感情问题啊? 你打给毛娘啦 你不要打给少子啦 你是女儿,你就打给毛娘啦 你摆明你要分开的 你叫儿子都打了 女儿一定是打毛娘那边的 那时候是兄弟,很友善的嘛 那你都要分开的,两个人的路向不同的 一个是专业做姐姐姐姐的生意 你给他做啦 这个是什么呢? 我猜的而已 我猜的而已 他可能你不是枪手 可能是毒梟啊 你猜的而已 我没想过啊 我没想过啊 带马那些外国势力国家全部合法的 明白吗? 带马有弱用价值的 喂,你怎么知道他种什么? 他说他种大麻而已 可能转头就种其他呢 你怎么知道啊? 那我不知道啦 你讲的而已 我没说过啊 你不要挖构我啊 我只是说他自己在Instagram里面 拍了种大麻的图出来而已 你认识了啊 你认识了啊 真的认识了 真的很恐怖 我跟你说 他们那帮人很厉害的 很忽于用假的学历当真的 陈金仪呢 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学历的 现在呢 邵智峰一早就被人知道他是假学历的了 那我不明白啊 就是我啊 潘家人也好啊 金家人之流啊 那些学历很低的 是不是? 那我不明白啊 他们学历那么高有什么用啊 其实你做网台是不是要学历高呢? 大畢业才行的呢? 其实说真的 周杰伦和方文山都不是那么高的学历 只是方文山小学而已嘛 都做到那么多首歌了 那其实学历重要呢 还是能力重要呢? 当然是能力啦 那学历是不是 高学历就代表不认为犯法呢? 那就不清楚啊 真的是这件事因人意啦 使用假学历就已经是犯法啦 是啊 如果不是黄智峰不会被人抓啦 是不是啊? 其实说真的那些学历的东西 就不能代表一个人的 肯定是否在高尚呢? 没错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为什么邵智峰猛敢要帮陈金仪去讲啊 还有啊 就要认够说陈金仪做契猫 为什么呢? 要从眼出臭草嘛 两个都是假学历的 没想到就出啦 老实说啦 你说 你这些阿金家仁你这些不敢开他拨啦 怕拨了他嘛 怕拨了他嘛 潘家仁就不拨抨他嘛 就是老实说 你如果是真的站在正义那边 你就不要拨叫正义联盟啦 说个名字都比人低的 是不是? 他以前闹构过李施燕的嘛 现在自己又重用这个名字啊 那我就会觉得 嗯 我是不明白的 是不是真的为了钱呢? 如果金家仁这样被人抓呢? 就帮毛梁呢 就是土打不平呢 就是收了钱呢 那邵子锋都很大机会 那伯鲁你怎么看呢? 啊 我觉得这件事都觉得很迷幻啊 这件事怎么搞啊 又说这个收了钱 那个收了钱 那些收了钱 要你两个好不肯碰 要你两个好不肯碰 这个又说收了那个钱 那个又说收了那个钱 最近啊 阿蕭文俊啊 那个混蛋啊 说和阿美丽呢 很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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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蕭文俊呢 收了阿蕭文俊呢 阿蕭文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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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他呢 就是专专去追败 和陈怡那些 但问题 他暗戀人 就是人家不追败他嘛 那要加上 好像其他的狗公啊 刚才你说过呢 什么马高啊 陆森那些 一齐要统什么 当然要统 统女神啊 当然统女神 你当然 这么多个 你当然要放在哪个 当然是美丽姐了 你知不知道呢 他们的美丽那帮人呢 就很喜欢收兵 还有呢 就是怎么样呢 开那些分身币 嗯 知不知啊 我当然知道啦 怎会不知道呢 你不要说他们那帮人 喂 你那个男神坚也是的 男神坚有些管理员也是的 就是他在执行 他全部都是女儿来的 你不用担心 没有儿子的 没有男的 真的也没有男的帮他 这个世界 当然他也是女儿的 喂 他的管理员也是的 都是这样开币 最搞笑 这头子又怎么样 哎 看到不行了 喂 那个混蛋 什么司徒文俊啊 在乱说话 在这里 在侮辱我 哇 你真是这些契弟 骗路边哥 骗路斯徒文俊而已 你也不是司徒文俊 你是潘文俊 不是啊 当然是我说的 是司徒文俊 你说的无量啊 大哥 你憑什么是说无量啊 人家无量叫你做的 这是可以给你的机会 你和运上开招 你是帮他 你是帮谁 你是帮你自己而已 你老是 是不是 这是怎么办 然后又怎么办 这头节目 说完转头 叫管理员过来 接着怎么样 还要 哇 很严重 亲口说 他是无量的炮友 然后又过来认识文俊李,这么分裂的 我现在发现了很多势力,现在有黄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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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鸽 又有美人计,是啊,而且不只是美丽姐那边有美人计 这个男神坚也会用美人计的,他们的管理员 他们那些叫什么兵,管理员兵,或者那些支持者 女兵,是的,同一个名字,听着啊,他们现在做什么呢? 开分身,然后就去别人的频道搞事搞非,听着啊 邵子峰当天吵架五仔这里寄生虫,就是吵架这个东西 就是吵架五仔开了十几十个分身 走去就是吵架人家的台,这么厉害啊? 我都说回力标了,吵架你到后面,噢,现在呢,当天来骂人 你自己就做了,哈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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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搞笑很厉害,很厉害 这件事呢,潘昌雄证实了,因为邵子峰啊,雍正正的支持者呢 走去潘昌的台上,跟着潘昌,喂,搞人家工程界有些IT路的嘛 封一个账,三个没账了,对不对?同一时间三个没账了 就是你要记住呢,就是不要账,就是怎么说呢? 你骂架人的时候,不要账做你骂架人的内容嘛 喂,你支持潘昌雄啊? 很账的啊 喂,你支持潘昌雄啊? 喂,你是不是支持潘昌雄啊?我想问,你是不是收账了钱啊? 金家仁收了潘昌雄六十万,跟着呢,金家仁又收了 无量军司呢,就是十几十万估计啊 就是反正呢,涉及了百万,就安心点了,无量军 金家仁有账啊,金家仁有账啊,都收了六十万? 不是懒惰啊,全民啊,金家仁啊,在某个天台那里,收了潘昌雄六十万嘛 你有没有搞错你不知道的吗? 你听我说,潘昌雄也是账啊 那当然很账的,靠账了做无间道收钱啊 喂,潘昌雄也是账啊,这样说 是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网台就很账啊 可以很简单,古有三角演员,金有YouTube大混战演员 是啊,没想完的 再加上水户转,逐集再逐集 很多东西要讲啊,黄昌雄都可以讲啊,遲些啊 是啊,黄昌雄 被人唱到他就死了了,就来 又说生癌症,又说春代癌,又说这样那样,什么都讲齐 是啊,原来只不过是上院检查啊 是啊,这个遲些我都会讲啊 怎样的网台呢,搞你了什么标题党呢? 就是整个标题,黄昌雄病危 啊,搞你了,没有几万view啊,跟着扑街 啊,这样就说几万view啊,个个都看黄昌雄死啊 我就看一看,黄昌雄死啊,大哥 那边的内容就说,其实黄昌雄吃错东西而已,长慧嫌而已 啊,搞你了,很厉害啊 你现在呢,那个网台阶呢,就是风言风语呢 你要记住啊,潘文俊,没办法的 那些人是喜欢听这些啊 给点掌声自己 那些人是喜欢听这些啊,最好的了 就是今天金嘉仁,除了扑街,这样的观众就发首掌 那赵志峰扑街呢,观众又发首掌 无能关事扑街,有个观众发首掌 那总之那些观众呢,他们一定不扑街的 总之呢,就做网台的主持,个个最好扑街 这个没错啊,娱乐那边各个最好你扑街 啊,真是这样的 TVB就来没人看的了 最好我看你扑街,你看你怎么扑街 你TVB等个剧集呢,就要等个夜晚八点半首播啊,夜晚九点半播啊 你YouTuber呢,就不像一样了 那些人呢,又在这里呢,喂,加入 成为这个呢,正义联盟 是不是这样可以助手愚人之利呢,我想问一下 以前吃两边呢,这种这样的做法呢 现在已经不合时意的了 要吃多边 你做网台要发达 就不能够只吃一边,你明不明 就要黄蓝白 就好像那些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九品芝麻馆》 是的 那个是什么呢,《暴头》 《暴头》 《暴头》 今晚呢,周四宇朝说 今晚就找两只女孩 找几只女孩给你选 接着那个《暴头》说 《我要杀》 《我要杀》 找到多少分分,至多我要大分,你要小分 《我要杀》 即,现在就这样了,你明白吗 要吃惊气 尤其是直接无名那些订阅几千或者一万都没有 记住有钱好收收收完就帮人说话 你记住有钱收就帮人说 那就等别人咬的 一把口就帮九五六个人说 那他就很忙了 或者等别人留言你 留言你就立刻吊着你的 立刻删掉了 是的 很搞笑 邵子峰之前也是这样 就说吴仔 回力表半年前的事 最多七个月八个月 他说吴仔那个台 只要人家留言 说些话不喜欢他 他就会删除人家的留言 是的 个个都是这样的 很多YouTuber都是这样的 当日正义的邵子峰 不知道他在哪 今天的他呢 是另外一个吴仔 还要是成三倍 为什么呢 你不喜欢看过台 你就走啦 是的 我告诉你 我屌你都嫌弃了 我删除了你 我发动群众去举报金家人 是的 他最喜欢怎样 吵架金家人 阿鲍你扮得好似 吵架金家人 金家人 我说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哈 他之前最喜欢在那个节目里说一下金家人 是的 我觉得很奇怪的 吵你老闆 吵你老闆 拍片出来很大声地说 金家人 吵你老闆 金家人又回应他 又说和他一起做直播 一起就是 不是联盟 金家人这些仆街太乱正义了 不乱搞联盟 说辩论了 那又不敢啊 好嘞好笑啊 但是呢 就任何人留言啊 现在上升了是怎样呢 金家人的观众呢 就是金家人都怕了那些观众出事 是的 因为有个豆腐民在里面 没想到有错 很厉害的那两个是怎样的 我啊 记忆着哪些说过我坏话的人的 是的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没想到地受的小心点 我是会找你们的帳户 那些YouTube那些 开那些油管的帳户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有IT部门 他会查到你的IP的 起底又说这样那样 搞这样搞那样 这么恐怖 就是当日正义的他呢 他就说呢 五仔怎么对不对 怎么不好怎么怎么 好嘞嘞 今天他呢 就做了五仔十倍的东西 好嘞嘞嘞嘞我觉得就是 学到东西咯 我真的学到东西 只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清出于难 没有错 但是现在五仔呢 就是只能够帮他玩鞋而已 啊 啊 潘文进 你经常说那间人间 无良军司啊 其实已经被人借了去上位的了 是咯 现在无良军司 只能够帮他玩鞋而已 因为人家 你要知道 无良军司呢 他真正主业呢 他真是的 他专门做一些 姐姐啊 姨姨啊 寂寞的心的生意的 他欺负你这些这样的人的 大佬 那就好咯 那他位置到人家的心灵 都是个好事来的 这些就是做不到大事了 你当然要认亲认绩嘛 阿无良 如果我是他 扣了就是陈金仪啦 是啊 这样有钱 人家有二百块地啊 潘家仁 就是咯 你两个 做他男人扣了多好啊 金仪仁就不会扣而已 潘家仁不会嘛 是不是啊 没机会而已嘛 潘家仁 我们想和他玩玩也玩不了啊 陈金仪 你想想吧 潘家仁 如果 他可以煮个老牛啊 煮熟一点啊 扔你了 还不用说什么 扮什么正义啊 奋斗小十年啦 一生都不用奋斗啊 喂 其实OK啊 我想说OK啊 你听我说先 因为为什么呢 你呢 你起码不像金价 金价人又五十多岁 头是没有头发的 是不是 那接着还有 喂 大陆有家死人烂鬼厂 有些少点钱 拿个Benz 又扮了东西 是不是 又扮了那么多啊 旁边有那么多的伙计 喂 但是你不同啊 起码你年轻又惠 你和我都年轻又惠啊 但是最重要 你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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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四十多岁 什么四十多 我年年都十八岁而已 我是小鲜肉来的 潘家仁 你知不知道啊 你应该是十九岁的嘛 我说的金家仁啊 关你什么事啊 潘家仁 那些光头佬没什么用的那些 现在说是我潘家仁要扣陈金仪 是啊 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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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仁 潘家仁 承认他做契仔啊 不能够了 是什么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我怀疑陈金仪呢 喜欢光头佬的 可能是 为什么啊 动魂法师光头的 哦 噢 你明白不明白 没人知道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煲了绿莲肉汤给个男人吃 啊 真是 谁知道他想他硬还是怨啊 不知道啊 可能要怨的 总之我就说做人双手呢 就是要懂得选择 懂得选择那些人呢 就好像邵子锋那样 要做要有啊 是啊 有钱也可以啊 有勢力有钱收,曾经有个镜头 他摆了40万现金 哇,那帮币是40万 我不知道40万现金是港币还是泰铢 好了,现在无量是怎样?结果是 没摆了16万 之前没摆了三十几万 加上没了48万 喂,那条数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啊,潘家人 你知不知道啊,无量一年 他只是收女粉丝的供养 都成千个了,这些算什么? 成千个,那就不用做了 他真的不用做了 一千万 其实潘文俊可以查到他大概有多少网台收入 这些事情我是知道的 那就没你说那么多的 而且呢,因为... 你也瘦子的,他不是靠网台的嘛 他是跟粉丝们建立私底下的关系的嘛 你怎么查别人的户口啊? 因为四五个月之前,白卡联盟呢 当中有些正常的人就爆了给我听 很多都不捐的了 财路在四五个月前已经退了了,明白了? 有很多人退了,那些人就断了 那有很多新的姐姐啊,姨姨啊,伯母嘛 你有这么多人说他坏话? 对啊,有这么多人唱歌他 那样,那样 那个以前很赞的警方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伤呢? 他在英国啊,跟人家住的 那个女人拿一屋出来贴买的 煮了饭,弄了寿司给他吃的 帮他洗了底褲的 你有没有这些粉丝啊? 你恨不得到的了 那样你还说没那样啊? 我有这样的粉丝我害怕啊 我们有这些粉丝才害怕啊 我认真的啊 你没有听过别人说,听金家人说 我这么大个人啊 我几十岁人啊 我只是我的钱给身边的女人 我从来没有收过女人一分一毫啊 你老米仔 真是羡慕他啊 你有没有听听金家人的仆街 讲青龙教的那件事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青龙教的那个姓母啊 怎样去 你两个动构那些青龙女啊 青龙仔啊 然后又迷惯了她老公啊 又毒又杀了她老公啊 有没有听过啊? 很恐怖啊 这些东西 哇,你以后再说这么恐怖 实际上怎么要逐一逐一顿就在讀论 即是你不要以为吃软饭呢 不用付出啦 这些叫软饭王 没有想就错啦 我告诉你知道 我告诉你一样东西 吃软饭呢 有一些呢 有些女人呢 每天在饭菜里面 放一些伟糕下去呢 有痕有反应 毋下毋下 毋到人開始虛脫了 有問題 身體出現機能故障了 開始就死了 我跟你說 這個世界人性盤惡是多於事業的 老實講 無論無量有沒有額錢 現在其實很明顯 報應和回力表已經出現了 但是你要記住 作為他的好兄弟 邵子鋒 我真的暫時看不到他出手幫他 這一點我很難失望 這一點 這麼多錢 害怕什麼 作為中九子都沒有著數 老實講 你要知道 澳門那個消防民進不夠了 美麗姐 阿薩這些香港很難有了 又說不知道誰是社會的女兒 不是啊 全家都是社會 全部都是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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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他就是黑社會 大聯盟 你要記住嘛 黑社會就是黑社會 別人是陳金兒 背後有建制派的勢力的嘛 沒錯啦 一種正正律師的勢力的嘛 還有何家的勢力的嘛 搞你拿一條毛出來啊 這些傻瓜都扭底給錢無量軍師啦 那為何無量軍師搞得這麼嚴重呢 今天呢 說得明啊 第一一件事 美麗姐說的 對家呢 困兩張無量軍師錢的那個阿薩就已經把錢回回給無量軍師啦 他又怕 第二呢 回了錢之外呢 無量呢 這麼久以來都是美麗的來自資訊 他專門是要弄到油頭救面啦 頭髮亂了啦 然後很貧窮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是要這樣才拿到一些姐姐啊 姨姨啊的支持 才拿到他們的課金啊 你明白嗎 即不是Youtube的課金啊 是私底下會再課給他啊 如果不是為什麼可以有人貼上大屋 貼上大床 貼上壽司 幫你洗底褲 你怎麼會有這些信眾的 阿潘文進 你說這樣說 無量已經收回十六萬了 是呀 收回的 所以啦 所以你要通知 他有沒有在直播上說呢 喂 你要通知金家仁啊 有糧出啦 他說了的話就是什麼啊 不是啊 你要記住啊 如果無量他說了的話就收回錢 收回錢 我們就不要什麼啦 那他是不是要多謝金家仁先 搞數啦 還有啊 喂 還有啊 我覺得呢 應該美麗車也有關 如果美麗車 不能是下屁股也收不回錢啊 哈哈哈 但是因為呢 大家要靜著那些圖啊各方面那些東西呢 就是一定要那個當事人說 就是他被騙的錢 他說出來 是不是 好語的嘛 那喂 怎樣啊 人家幫了他 收回十六萬了 誰幫了他 他會出聲說的啊 不會說的 譬如中正經幫了他 他要感謝人啊 第一 他是不會感謝任何人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他給一個機會你幫他追錢而已 給一個機會你發聲而已 第一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幫他的契弟 第二 他當然是更加要說 我收不回錢啊 我很慘啊 很可憐啊 要不然怎樣會有些姐姐 姨姨 姨姨 去繼續供養他啊 大佬 收供養是每天要必須的課題來的嘛 要不然怎麼可以不停上網網 aaha Kü Schweizer 譬如假的 啊 大佬 不是 Buffcio Doll amo 啊 大佬 不然也必贏的嘛 是不是呀 不然還有 啊 美麗姐告訴我 away 你經常見她 哇 他經常說 哇 是可以好像營養不良那樣 öyle 又說他那麼迷幻 喂 故意 據問她 cristman 在英國啊 啊 是cessionadd 就是買 Madir 02 39 39 39 31 和子豐哥中出來的相關等值的東西來食用 啊 MMA 不吸粉 怎會這樣呢 外国是合法的,我们不能够... 问题,英国也是合法的吗? 英国好像不是合法的,还有啊 你吃大麻就说,都说是差不多等值的东西 你吃另一样东西就不行了 是不是啊?有时候你做毒梟 跟你自己享用毒梟的产品是两回事 是不是啊?有没有吃过呢?我们就不知道 老实说有没有吃过我们就不知道 美丽姐说的,我都是听美丽姐说的 我只是说他们这帮人,整帮都是 究竟他是为了什么呢? 可能很奇怪,今次今天开个频道 很简单,在台上讲了话,讲大话的 将黑面成白的,或者是欺凌人的 人格谋杀的,不会有问题的 是不会有事的,警察不会抓的 言论自由嘛,是不是? 他在英国,为什么要抓啊? 全民转人就是在网台界 废话,喂,废话 他在英国,怎么抓啊? 怎么要抓啊?你说道理啊 一个在泰国,怎么要抓啊? 香港啊,潮志峰在 他说的嘛,你觉得他是吗? 他说的嘛,你觉得他是吗? 他吃个不得? 他真是回来香港访问陈金仪啊 喂,你浴身在泰国 灵魂回来,不想给啊? 还有啊,无量 他在英国,怎么抓他啊? 是不是啊? 不如你叫他们检查,喂 哇,厉害了 香港警察不会在英国出发 是不是? 很简单啊,很简单啊 JPEX这样,喂,香港政府呢 他不是叫你弄了个公告的 他说那些交易平台啊 什么什么不合法的 要拿掉牌子才可以正常交易的嘛 叫大家小心嘛 那当然啦,YouTube就不可能叫你拿牌子做的嘛 是不是? 但是你要记住啊 很多网上卖的东西那些呢 是无牌经营的啊 很有趣啊 他们无牌经营呢 也可以的啊 还有啊 你说些东西 喂 不多不少呢 都有些事实根据嘛 你不可以这么够说的嘛 喂,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你让我说一声 拿什么牌子啊? 邵子锋啊 现在拿牌子啊 你拿泰国啊 拿牌子 拿牌子 哈哈哈 去泰国拿 去泰国拿 是吧? 泰国拿到牌子嘛 是 是 拿回来香港买大牌 他是国际台来的 就跟 司徒民上那些不是国际台 你要记住呢 就是 我自己作为呢 就是一个潘家人 就是觉得呢 上网说话呢 是一定要 喂 屌尼老美 说些东西 有这么多真实性先 不要太做假了 刚才我说些估计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哦 你真的要补回 他要学一下邵子锋 戴把头盔 戴把头盔 戴把头盔先 你不是得罪人多 清费人少 或者出发某些 两个红组 那些23法律 那些很危险的 是不是 其实呢 今天我们呢 那网台风云呢 说的差不多 大家留意一下呢 邵子锋 找回 以前他说过微辣的东西 又看一下 喂 无良 曾经多么的正义 但是事实上 他们背后做过些什么 是不是 就是大家呢 就注意一下 他们这班人 究竟呢 就是你可以当花生厅 又或者就是 哇 你想什么 反面教材来的哦 是啊 是不是 反面教材 如果这个世道 每个都学习他们这样呢 即金家人这些啊 司徒文俊这些人呢 真的要被人辨识的啊 你说真话 说正义哦 这个世道真的不可以留这些人的啊 潘文俊你怎么看啊 我没什么怎么看 我刚刚睡醒了 我刚才不是发觉开口梦吗 这是什么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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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刚刚周公找了我们呢 就想来做说话 和周公交谈的一个节目 就是了 那是时候发梦了 发梦了 再见面吧 手足好不好 手足 拜拜 拜拜